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個題目的內容 題目是... 你這個廢話 已經解稿了 我也看後面的東西了 好就這樣 這一次的題目是 做一張法列速德以外的兩費打三傷害 或四費打六的法術 那你沒有覺得為什麼要特別限制法列速德以外嗎? 因為法列速德以外 其實這只是只有前面啦 兩費打三 四費打六是法師跟戰士 所以你要投後面那個稿的話 好啦我下次會寫清楚了 幹就是這個 下次寫就是這個樣子 我下次寫清楚就是這個樣子 不然大家都不懂我想要表達意思是什麼 因為我在出題目的時候都是在實況上出的 但是我或許應該要顧及一下 有些人不一定看實況 他可能只看了題目之後就進場了 好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題目呢? 因為這個很明顯的就是 這三個職業有一張很接近的牌 法師有一張牌叫寒冰劍 獵人有一張牌叫快速射擊 術士有一張牌叫黑暗炸彈 黑暗炸彈的特色就是沒有特色 呵呵呵呵呵 剩下兩張牌都有各自的 你說這個各自的特色吧 法師的法術強一點點 所以他給的是冰凍效果 獵人的法術稍微爛 直傷 獵人的直傷這個效果 稍微爛一點點 所以獵人要在一個沒有手牌的前提下抽牌 他也是一個很符合快攻走向的一個牌的設計 德魯伊比較不一樣 是德魯伊的那個打三只能打手下 也就是憤怒 但他的好處就是另外一邊可以打一抽一張 呵呵 所以 這是 這每個職業給了一個兩費打三的這個效果 呃 不一樣的平衡 所以我們上次初期的題目的時候就有想 沒有不能打頭算是一個平衡 對 因為沒有其他職業的兩費打 啊還有啦 其實有薩滿也有一張啦 薩滿有雷吉啊 兩費打四超載一 然後 盜賊有屁股 呵呵 如果真要細論的話兩費 應該說連一張二費的傷害卡有很多的版本 然後 我先排除了最明顯的三個版本 德我最後到底要不要算進去 我那個時候 我一開始最早好像也沒有Key德 我記得只有這樣 就是最早是法裂術 後來想了一下之後 我還是把德裂進去了 所以剩下 你就是要幫其他職業 尤其是那些沒有的職業 聖騎 或是 戰士之類的 戰士因為有武器 戰士因為就是武器被削弱才可以進這個題目 不然以前戰士就是想辦法做一把武器 做一把自言戰斧就好了 這就是這個題目的來源 那會不會補了一個4費打6的版本 是因為如果你想要做火球跟自食打擊 我覺得也是可以 所以我們才出了這樣子的題目 問題是 接下來這玩意兒就變成了超級許願池了 真的是媽的跟個許願池沒有兩樣 大家就是把那個一塊錢硬幣上面寫著 把身上這個新硬幣上面寫著 打3 然後就丟進十字裡面 就這樣 不不 我的要求就是2費 沒有 我不管他就是1費 我的要求就是2費 其他不要管 你懂意思嗎 我的要求就是2費 閃電劍你要說算也算啦 但是就這樣吧 閃電劍畢竟可以再1費一下 打3就是打3 這樣 然後我今天起床之後看了 我今天起床之後看了第一輪 看了第一輪的時候 我的心得是 你們當初做這件牌的時候 是是是是醒著的嗎 你這個 欸 有一張已經砍掉了 有一張盛奇的牌 我看了我實在是頭痛到爆炸 他應該是砍掉了 檔案這邊會有嗎 應該也不會有吧 就他砍掉就不會存在這裡了 好吧 好 那他應該砍掉了 原本我看到有一張 原本我在這邊看到一張盛奇的牌吧 效果是打3點 如果打完他活著 打完如果他活著的話 那隻怪就是你的了 我說 我說 蛤 蛤 你攻殺這個也是蠻厲害的 說實話 這個也是蠻沒有道理的 我說這張牌 好強喔 強到爆炸 我看了這張牌 我說哇靠 媽個超級厲害 2點打3 擊殺目標回收 哇 超幹強耶 這張牌超幹強耶 這個 這個嗎 不是這個 反正就是到後來那個設計已經開始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常理 就是不知道什麼叫 還有這個啊 瑪的 這個設計也不是很合 這個設計也不是很有道理 你知道為什麼不是很有道理嗎 你知道戰士有一張牌叫重擊嗎 重擊3點打3給3點護甲 這一張牌2點打3給3點護甲 補3D血是要生殺小 呵呵 我他媽頭痛到爆炸 你這樣了解了嗎 這這這我這我在看 我今天下午看的時候 我決定出來阻止大家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遊戲已經沒救了 像這個 呵呵 這就這也有點沒救了 雖然這是我們的影片師做的 但是我覺得這幹才 這他媽的實在還是有點厲害 2點打3 擊殺手下變自己的 然後一滴血 我說哇靠 呵呵呵 哇靠 呵呵呵 你這個不行吧 你這個超強耶 這個這樣打會超強耶 你這樣打完我就先拿一隻耶 不論那隻怪到底有沒有死神或什麼 我管他的 反正他就是會用一滴血活在我的場上 這打屁啊 你這樣我不行啦 你這樣這個強度是要玩三小啊 你要知道 你知道 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雖然這個概念有點有趣 你在設計牌的時候 設計牌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管稀有度啦 其實還是要啦 心態上也是要啦 但稀有度 我說夠主牌 假不考慮牌到底要不要賺錢什麼 你在考慮一張牌對Meta的影響的時候 傳說以外等級都沒有用 傳說以外等級是一樣的 你說可是死神比金良稀有啊 這不重要 你要主牌的時候 你死神一樣可以放兩張 金良也是放兩張 這兩件事情是一樣的 這兩件事情不一樣 購主的話 這兩件事情是一樣的 不一樣是在競技場的時候會有差 就是你說這個東西會遇到兩張 跟只遇到一張 心情上會不一樣 但是這玩意媽超厲害啊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什麼 牧師兩點打三 然後招一個友軍在自己場上 我覺得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蠻屌的 真說實話 那個那個 我的心得也是 哇乾你這個創作真的 他媽創意十足 好那我們來一一一看吧 反正今天大概會跳過很多張啦 今天應該算是平卡最快一次 因為我沒有想到題目這麼的明顯 導致題目一點都不明顯 呵呵呵呵 好 第一個 暗炎速破 兩點造成三點傷害 若你在暗影形態則為五點傷害 兩點打五點喔 暗影形態兩點打五點 這個超級強耶 暗影形態這張牌就跟震暴一樣了 而且還可以打怪 如果你要的話還可以打怪 這張牌實在是 實在是 實在是可以做不少 可以做不少壞事 這樣這樣 這張牌實實上可以做不好壞事 我目前比較可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我先講啦 現在比較可惜的是 大部分的牌的 二階色 bonus 設計 有些都做得太簡單 有些是直接給你 但其實bonus 設計 是要有一點難 要有一點難度的 這樣 要有 要有一點難度的 卡暗影形態進牌組 他不是很困難啊 我覺得沒有到很困難啊 你只是什麼時候轉而已 轉的時間點應該是比較難的啦 如果你今天 大暗影形在在兩張破斷兩張心靈震報 一輪可以打20點 什麼都不用哦 呵呵 不用費輪打20點了 天氣再打兩點 哇 實費 實費嘛 2 2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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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厲害 這可能還可以 以第一個目前看起來 以正常從零開始看的設計 這玩意還至少還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兩點打三嘛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牧師觸發一個狀態 可以打五就這樣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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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在正常範圍 正常範圍 就你知道這玩意都還在理想範圍 然後恐怖的東西就開始了這樣 Shala Slapper 這是什麼 B...B... 欸不對 Slapper B...B嘴徽掌 徽臉 兩點對目標手下打三點傷害 然後沉默那個目標 這個 這張牌呢 有一個 寫... 寫... 這張牌有一個 規則... 呈現上的錯誤 呵呵 沉默要放在前面才對 呵呵 沉默放在前面會比較強啦 如果他只是想要讓他變弱的話 那這樣放也是可以的 就是他想要讓他沒有大地震級那樣子的強度的話 那這樣放也是可以 啊 你把沉默故意放後面是可以的 就如果今天你打一個死神怪 如果他剛好三血 這個這張牌就... 應該沒有P用 因為他死了 呃... 有嗎 呃... 不知道 呵呵 這沒有辦法定奪 所以不知道 我們先假設不知道好了 不要到時候人家要說 除電冰冰冰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但如果今天你是要打一個被加過血的怪 比方說被劍龍騎術或者是被... 或是最明顯就是木光飛龍 木光飛龍...木光飛龍用這張打的話 木光飛龍不會死 啊...除非他原本就低於三血那就算了 假設木光飛龍有四血的話 他會先被打三再... 他會先被打三再沉默 所以他會剩一滴血活下來 這跟大地震級血法順序是不一樣 大地震級是沉默在前面然後再打三 再...再打傷害 這兩個順序會有影響 但...這不是唯一張可以用的牌啦 因為你假設你需要那個沉默... 呃...死...你想要沉默是死神的話 你那個能打三不能打三 其實效果也是一樣 呃...都還可以接受 欸... 我覺得這可以 這行 呃...這沒有到不行 這可以 呃...可以 留下 圖也選得不錯說實話 如果要比這兩張的話 這張的... 整體呈現的概念似乎好一點 來來來來 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 我第一個小小有點差點崩潰的就是這張牌 兩點對一個手下造成三點傷害 如果該手下死亡 召喚一個一一的分身到底場上 我那時候看了一下說 你確定這不會有問題嗎 我是覺得有點強啦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這個...這個...這個... 粗暴機會應該是不太小就是了 現在Meta類打什麼東西最好啊 三點打 打個圖騰啊 打圖騰是最爽的啊 打個火蛇撈個火蛇耶 打個抽牌圖騰撈個抽牌圖騰 打其他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這環境內好像沒有強死生 這環境內...除了青王賊會帶凱恩血體以外 這環境內強死生可能都還好 但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其實就是...就是可以做一堆壞事這樣 但我覺得這一定可以做一堆壞事 呵呵 這個在三個設計 我們現在看的三張都是穆斯卡嘛 這個偏強 偏不平衡的強 你說寒冰劍很強啊 寒冰劍有凍結效果耶 你看...凍結效果跟這個比起來還是天差地遠啊同學 下一個... 驟印之爪 造成3點傷害 此牌增加2點消耗 並洗入對手牌圖 這就是一個debuff 類似一個debuff 就是他覺得... 其實... 這一次的設計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 你把這張牌放到這個職業之後 你覺得這張牌是太強... 你覺得這張牌是強還是弱 如果你決定了這張牌是... 如果你決定了這張牌是強還是弱 再決定你要給他什麼樣的... 後續的加成 但理論上... 最低啦 就是最低應該就是2點打3點傷害 所以理論上不會給負效果 就是不會給副作用才對 你只是要決定那一個... 額外的那個bonus 一點點那個bonus 要給多少而已 就這樣 就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啊啊啊啊啊 對 只有這個細節會需要... 會需要考慮 就只有這個一點點的細節會需要考慮而已 所以理論上 這一次如果你做的是負效果的... 分數可能都不會過高 因為2點打3的炸彈 黑暗炸彈就已經是基礎了 為什麼黑暗炸彈 當初有講過嗎 為什麼這三個東西都是2費打3 會有這種些許的差異 這三個東西建立在你的天神技 英雄能力的差異 應該說英雄這個本身的英雄強度 因為術士擁有一個最強的英雄能力 補牌是超強的英雄能力 所以他的職業卡就會稍微爛一點 這個算是某種程度的平衡 如果你願意接受的話 那看DK其實也看得出來啦 假設不斷可以用的話 但純DK最強的應該還是術士 我明明以前講聖騎 聖騎也是蠻強的 聖術都蠻強的 牧師要是沒有拉閘就沒有那麼強了 牧師沒有拉閘之後分數應該會掉很多 所以應該是還好 好那我們繼續看吧 所以這張基本上應該是不過關 我覺得他把效果給低了 有點可惜 這不一定是不重要 四費打三有點爛啊 沒有啊 但是你給了對手一張牌啊 四費打三有點爛嗎 那張牌 好啦 你說抵耐對手一抽 或是 你說我可以抵耐對手一張抽牌啊 然後我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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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可以這樣做 又可以按著